一起經歷過大愛 這太恐怖了吧 太暗了 這個太暗了 先生 先生 有人敲門 還好你們門是用推的 沒有電 對 沒有電 十八年來最嚴重停電災情 誰該究責 監管機關經濟部長李世光先下馬 但終有董事長陳經德呢 要我下台人很多我也看到了 好 那麼我不會迴避任何責任 社會只有公平 我是看了很多年了 不會覺得奇怪 那對我個人來講也不會有影響 看了很多年 暗示批評都是派系鬥爭 陳經德強悍超乎輿論預期 或許是因為他這一路 青雲平布就靠著撐到危機 化為轉機 一個倉主送給李長榮 這一條丙溪管 在昨天晚上八點多的時候 有異常 2014年高雄氣爆 時任高市環保局長 陳經德站上火線 替高雄市長陳菊擋子彈 一邊砲打馬戰府經濟部 一邊把矛頭對準李長榮化工 庫主有功 隔年就高升副市長 政黨輪替後 更是第一批人士跟別 就卡到了終有董作的肥中之肥 宜蘭邦的淵源 氣爆的患難 陳經德是陳菊稱職的防火牆 陳菊則是陳經德堅實的靠山 有沒有看過中油直營加油站 這一座是六星級的廁所 原因就是因為有這一座 免治馬桶 這一座馬桶就是陳經德上任之後 念姿代姿所要完成的第一件重要大事 而他就是為了蔡英文而量身打招 蔡總統曾說過跑行程式那一集 中油加油站是他的最優先選擇 這話陳經德聽在耳裡 放在心裡 上任後隨即斥資八千萬 給莊中油直營站免治馬桶 這董事長還兼坐衛生股長 每天抽查 要求站內以LINE 回船 廁所照片 發個十幾二十分鐘要 每天的話要去做 剛開始一早就是要去做 每天大概要做三次的消毒 把這件事情完全矮化成是一個 人事鬥爭 政治鬥爭 茶葫蘆的風暴 更凸顯他不認中油董事長的位置 我就要問蔡英文總統 真的就是因為是陳菊 是花媽 是菊姐的人 你不敢動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也覺得蔡英文這個總統 是不是做得太窩囊 他該承擔的責任 我相信他是一個有風苦的人 結不逃避 昔日高雄氣暴 曾經得護了誠職 成就自己 如今全台斷電 栽損以倍數計 還想如法炮製 拖了整整四天 才肯請辭 只怕已經錯失停損時機 派系鬥爭 民怨風暴都山雨欲來